法西在地新聞繼續要來講 自強豪EMU三青行這種列車 讓歐洲是最美的火車 但是有民眾來批評說 這個椅子很硬 長時間這樣坐很不爽快 整身庫省聽 代替說因為是菜用到 紅火標準的泡米 所以坐椅有比較硬 目前已經把坐椅的角度 再來增加三度 另外代替的順座 也會批評賣術是手衣 說村子若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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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世伴了 好來 換你們兩個走 鑽車之前民眾想要學生的 最美的祖宮賀EMU三青行 白色的外景看起來很漂亮 很失敗 但是坐起來卻怕死另外一回事 有民眾看文中表示說 自己坐到腳趾在外面 第一面坐感覺是不太舒適 就想說應該是沒關係 第二面 第三面也是非常不舒服 有一面疼到睡了 15分鐘真身後 整身庫痠痛了 讓它感覺非常艱苦 上世界看這台EMU三青行 座椅是L行要挖九十多 座椅和座椅的質感也沒有香 不過也有民眾想發視電動病 我覺得還不錯喔 就不像一般普悠瑪要跑到最前面去充電 有民眾認為說可以在衝電 也不會有沒買票的人騎坐車 空間比較看 新的祖宮好坐起來也比較知道 代替就會因為菜用紅燴標準的泡米 讓菜質比較簡單 目前已經把桌椅的角度 還在增加三度讓民眾坐起來比較開瓦 映花討論的除了這一 也還有結束 好像是代替新的座椅 有民眾法文集大出 好像是代替新的座椅 青年長大 普適的家 配白適的設置 看起來一點就沒有美學的觀念 還有人說是要為路客上行信 看起來好像比較新特殘印的 代替只會說 一齊都會等待 也沒有等會的回應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